啟德體育園地盤死者的家屬 星期四早上駕車來到地盤 準備進行勞制 52歲姓黎的升降台操作員 星期三早上在啟德體育園地盤工作期間昏迷 送往廣華醫院搶救超過半天 然之晚上8時05分不治 據了解他搶救期間沒有心跳 家屬最終決定拔後 工業商網權益會引述家屬說 事主左邊鎖骨下方有雨霜 懷疑事發之前他是否曾經被夾傷 勞工署就說已經就事故展開調查 啟德體育園就說 向死者家屬置以深切慰問 承建商和分判商會為家屬提供一切適切的協助 並且全力配合勞工署和警方的調查